下古到后面这间营仔餐厅成交了大概3100万 下历一个垃圾站对餐厅的影响有多大呢 老实说 如果在旁边刚好就粘贴垃圾站 粘贴得来的时候 还隔着一条线 如果没有这间垃圾站 我觉得这间应该3600万左右 有了这间垃圾站就打个8字 好在隔着一条线 如果不是隔着一条线 粘贴得实实的时候 就打个7字 打个6字 总之买链的时候 留意附近的环境 和你走一绝这间3100万 大脚整街的链 大家好 今天五月三十六星期一 下午2点53分 后面这间 如果没有读唱 叫做勒格雷 总之是这间勒格雷 就向这个落鼓道 却就说地址在这个皇后大道中 写得上在落鼓道 我们转过来 后面这间店 卖了大概3100万左右 超级型 原本是一个跳舞家来的 好像是一位艺术家 又叫做Alan 后来总之开了这间的店铺 然后就成为了很有型的 怎样combine unique的古党 然后有很特别的画廊 餐厅 类似的东西 下面这里 看下来就说是皇后大道中 下面就是金黄巷 之前我们有一间日志愿 总之买来买了 旁边不好的 有个垃圾站 现实地 一看到垃圾站 在旁边 我都会记一记 上面就说是荷里活道 古董段 过来的时候 这边就说是落鼓道 通常都是说一些古董的比较多些 今次讲的这间店 就是这个叫做华泰国际大厦 这间店铺 这个入口位 看着这里 地址比较奇怪一点 先拍摄整幅大厦 地址在这里的时候 买进来的时候 查询 总之应该是12345澳铺买进来 就是说是20... 204份的时候 3180万马进来 就是12345的单位 今次沽了就应该是1234的单位 但是我不是最硬定 总之这个餐厅就是1234 盘子写1234 我都看过 一看过这里的时候 因为旁边一向就向着垃圾站 它就马上去 因为那三千多万 没理由买过垃圾站那边 但是就说是 这个黄河大律中 读点基本资料来听 就是340号 这个华泰国际大厦的G2层 这个1234铺 建筑面积大概2500呎 实用大概不知多少 总之就是你看到图 这个阔就大概30呎 这个租金是54000元 去到2023年的四份 54000元很便宜 说到558,000元 去到2024年 成交了大概3100万 回报大概是2.5厘 这个图积的所有资料都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大厦的入口位 到后面那里 应该后面那一架就不包的 Unit 5 这个商场很奇怪 有一个锁锁住 纽约大概40年左右 那么这里的业主 原本买来的时候 就说2012年的四份 就买3180万买来的 是不是 5个单位 但是今次估了4个单位 我手上知道 是这样的 落股度就很静了 全部都是这些 互动短 所以去到这个位置 看看 看看 总之这个门面 门面就很阔 阔就大概30呎 那么深的时候 如果你不计Unit 5 就可能深大概40呎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再拍一次楼上 所以我觉得这些位置的时候 3000多万这个位置 可以了 帮小型 帮家 希望他除了兴趣的时候 租客继续继续继续 看来都全家 现在两点多钟时候 因为里面很多人坐在那 所以走 好了 影影一下我闪着窗 你不欢迎我拍 这个位置 就说3100万左右 租5万多元 比较偏低一点 這個垃圾站旁邊 一個五分位 勝在一個小型的餐廳的時候 很有型 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一個五分位 五分四十一支 我不覺得貴 我不覺得便宜 就是公開業主 估得出就OK了 這個位置好 各位買的 謝謝 感谢观看